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一次宣告他是那个复活全能永活的真神 因着他的死我们能够脱离最黑暗的全世界 因着他的活我们生命得着自由和盼望 来赞美他 神采爱子 他名叫耶稣 神采爱子 他自相爱 一只宽充 神采离分开 是我的自由 那空分目 就是我的 旧的记号 因他活着 我能面对明天 因祂活著 不再懼怕 我甚至當 祂長短一天 生命充滿了希望 指定祂活著 何等漫天 靠耶穌基督 祂帶給我 滿足失了 感覺安慰 乃是我確信 我能面對未來坎坷 因祂活著 因祂活著 我能面對明天 令祂活著 不再懼怕 我甚至當 祂長短一天 生命充滿了希望 指定祂活著 我有一天 會獨生命和 人生苦難 一一共可 借主耶穌 真生了死亡 我想看到 祂榮耀光 天祂活著 天祂活著 因祂活著 我能面對明天 令祂活著 我能面對明天 令祂活著 天祂活著 因祂活著 我能面對明天 令祂活著 不再懼怕 不再懼怕 我甚至當 祂長短一天 不再懼怕 我甚至當 祂長短一天 フォ Bennett 做 creatively If we meet Him 被枕見祂活著 神明充滿了希望 指定祂活著 神明充滿了希望 指定祂活著 佬 aloud 祂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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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祢活着 主我们可以面对明天 主 以祢复活的大能 我们可以从地上 带我们到神的宝座面前 主 我们今天就是来告知祢 赞颂祢 主 因为祢是圣洁的神 祢是圣洁的主 主 我们的祢明是配得所有的一切 配得这世上的融入和富贵 主 说 我们赞美祢 我们赞美祢 你深深解 祢是圣洁的神 父嘿 您有赞美祢 唱歌要求神 我可以看你 照顾万民之上 以能力完全的彰显 我们尊重 你是荣耀君王 你是神圭 哦主 何根神圭 哦主 在一只神保证前 我们尽拜祢 照顾万民之上 以能力完全的彰显 我们尊重 你是荣耀君王 从同心可以来告语祂 你是神圭 哦主 何根神圭 哦主 在一只神保证前 我们尽拜祢 我们尽拜祢 你是荣耀君王 尽拜祢 能力完全的彰显 我们尊重 祢是荣耀之王 祢是草荣万民 草忽万民之上 祢能力 完全的长线 我们尊重 祢是荣耀之王 祢是草荣万民 草荣万民之上 祢能力 完全的长线 我们尊重 祢是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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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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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颂和赞美 主我们单单将一切的送赞 荣耀赞美都要归给你 主啊我们真的是这个人 没有什么好夸慎的 主我们唯有夸慎你 因为你是那个得胜的主 主说我们得救 乃是真的是因性诚意 而不是靠着行为 主啊乃是因为你在实价上 所做成的那一切 你的保险 洗净了我们的罪 你挽回了我们的生命 主我们单单欢迎你的爱 赞美你 谢谢主 赞美你 唯有你在我的生命中 你赐给了我新的生命 你的保险 吸进我 回复我心深处 我要永远宣扬 你做母亲 你赐给了你 你赐给了我新的盘望 你奇妙能力 医治了我 我愿意 你赐给了我新的生命 你赐给了你 你赐给了我新的生命 你的生命 你奇妙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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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在我的生命中 你奇妙作为 你奇妙能力 你奇妙 你奇妙得不 我愿意 习上我的灵 淡淡回 unf 因耶稣你是我的一切 令你的释迦我活着 令你的释迦我的神 因你大能成全释放 你奇妙所谓在我生命中 因你的释迦我活着 因你的释迦我的神 因你大能将全释放 你奇妙所谓 运行在我的神里中 又惹上无所谓 主要是我们再次欢迎你来作网掌权在我们生命当中 主因着你的活着 因着你活着我们可以面对明天 主因着你活着祝我们面对今天 主要因着你活着我们生命改变 主要有没有刚强壮大的心 主要因着你的活着 主要因着你的活着 主要因着你活着 埋着 decks为你活着 可要因着你的活着 我因祂 因祂活着 面对明天 生命改变 因祂活着 我们面对明天 勇敢向前 我因祂活着 我因祂活着 我们面对明天 生命改变 因祂活着 我因祂活着 我们面对明天 勇敢向前 因祢的世界 我活着 因祢的世界 我的身 因祢大能 掌权 释放 祢奇妙所谓 在我生命中 因祢的世界 我活着 因祢的世界 因祢大能 掌权 释放 祢奇妙所谓 运行在我的生命中 因祢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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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去怕 我甚至当 他掌管明天 生命充满了希望 只赢他活着 赢他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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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干祝我们 救你 我 赢他活着 老圣的名求 Amen Scan这个QR Code 直接进行线上转账 那可以在搜据内 著名奉献信息 以及所属的堂会 那这一周呢 是我们的 每个月的第二周 会有我们的宣教奉献 这次的宣教分享 是到我们的东马地区 我们看到我们的 西不西青年人 有到那边去参与 厂屋的活动 还有教导他们读经 还有在这个厂屋当中 来服侍他们 还有在这当中 陪伴的这些的家庭朋友们 一起来分享生活 还有我们谢谢CBC的同工们 一起参与这个事工 所以感谢你的奉献 你的奉献 所奉献给宣教事工的 过分的金钱 都会参与在这些的 宣教事工当中 感谢神赐给我们 何等大的恩典 可以参与他果度当中的奉献 感谢主 好 接下来呢 就是报告 是我们的承导 每周一到周五 早上六点半 在线上YouTube进行 欢迎弟兄姐妹 一同参与 好 每周晚上的八点半 是我们的 遇见神祷告会 弟兄姐妹 欢迎来参与 我们实体的祷告会 使我们的生命 更加的 在祷告当中 复兴 被主所使用 好 我每一周 都会有不同的 祷告主题 接下来这一周呢 会为社区来祷告 感谢神 我们四月十六日呢 下午两点呢 会有会员的常年大会 欢迎会员们出席 这一次的常年大会 接下来呢 是我们八月三十一日到九月二日的 第四届迎会 主题是 众志成成 我们的 邀请到我们的 Pastor Peter Tanchi 在我们当中 那这个奖员呢 是Christ Commission的Fellowship 就是CCF的创办 主任牧师 是在1983年 CCF当时只有几位信徒 如今已经发展至 一百二十二间教会 在菲律宾 以及国外 有超过四万位会友 Peter Tanchi 牧师 是毕业于菲律宾大学 他也在As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完成了管理学硕士的学位 和在International Graduate School of Leadership 完成了教务 学博士的学位 他最近呢 被公开认为 菲律宾大学工商环理学院的 杰出会校友 并获得了 菲律宾大学校友会的 创业和就业创造杰出奖 谢谢我们教会安排 用心的努力的 邀请到我们的 Pastor Peter Tanchi 在我们当中的分享 所以欢迎弟兄姐妹 我们预备新来猜报名 那开放报名 将会在4月23日 好 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歌曲创作的部分呢 我们有为这个 盈慧来歌曲创作 欢迎弟兄姐妹 可以参与 好 感谢神 今天呢 我们会有教会的洗礼 感谢你 若你有感动 可以到我们教会 来参与实体 来进行管理 同时我们也把 这样的荣耀归给主 感谢神赐给我们 天天加给我们 这些的新人 在我们当中 赐给我们教会 可以答应更多人 来相信主耶稣基督 好 感谢神 我们接下来 欢迎我们的 礼敬牧师 来为我们分享 今天复活节的主日信息 基督是复活的出手果汁 我们欢迎礼敬牧师 哈利路亚 主内平安 各位CBC的家人们 复活节 蒙恩 复活节 蛮有神的喜乐 今天我们要一起 领受的一个主题 就是 基督是复活的出俗果子 那经文呢 是取自于 哥林多前书 十五章 三到二十三节 话说在法国大革命 不久之后呢 有一个人他想尝试创立 一个比基督教更为优越的新宗教 但后来因为这个新宗教 不受人的拥护 就告吹了 他心中很失望 很不满 他将他这种的挫折和不满呢 去和一位神智人员来倾诉 然后呢 来询问他 有什么可行的方法 使到他要新成立的这个新宗教呢 能够复兴起来 那这位神智人员呢 要成立 他说 要成立一个新的宗教 实在太困难了 所以呢 他告诉这个年轻人 他说我也没有什么意见 可以给你提供的 不过 在沉思了一小片刻之后呢 这位神智人员呢 他忽然间 对这一位失望的年轻人 说 他说年轻人 有一个方法 你倒是可以去试一试看 看能不能用这个方法 使你成立的这个新宗教 能够复兴起来 他说 为何 你不考虑 将自己 也像耶稣一样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 你被埋葬 第三天后呢 你复活过来 这样的话呢 我相信 你的这个新宗教呢 一定 会 蓬泼的 复兴的 发展起来了 Billy Graham 哥培里牧师 说了过一句话 对于我们整个未来的计划 基督教的关键是关系到 耶稣基督的 复活 不错 弟兄姊妹们 这个年轻人他要 成立一个新宗教 神智人员告诉他说 除非你自己尝试看 被钉十字架 死了之后 埋葬 然后呢 三天过后 你又可以复活过来 那么你的这个宗教 还有可能 有一点希望 但是弟兄姊妹 耶稣基督的复活 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要素 和一个重点 基督教的信仰 可以这么坚固 是因为空坟墓 耶稣不在坟墓里面 他已经复活了 所以对基督教而言 耶稣基督复活 坟墓是空的 是一个不变的事实 但是我们知道 复活这件事情 对当时的哥林多教会 却是有少许的疑惑 为什么呢 因为在哥林多这个城市 是希腊的一个繁荣的城市 而希腊人呢 他们不相信 这个复活的这一件事情 他们认为 人的躯体 只不过是一个臭皮囊 那么人死了之后 把这个臭皮囊丢掉 人就得到释放 从这个身体的束缚 困绑当中呢 得到释放出来了 所以当初保罗在雅典 和希腊的人 来分享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呢 这些人他们嘲讽他 他们取笑他 他们不相信他 为什么 就是因为希腊的哲学家 他们不认为 复活的事实存在 这一个就影响了 当时的哥林多的教会 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呢 也被这一些东西来动摇 所以保罗 他就必须要特意地 向哥林多教会 再一次地重生 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了 还没有开始 先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你预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开始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圣灵 我们欢迎你 在这个复活节的主日早晨 我们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 耶稣已经复活了 我们今天 那活着相信的人 我们生命当中 有极大的盼望 主今天早上 愿着复活节的信息 主啊 在我们的心中 发出能力 让我们说的听的 一起从圣经 神你的话语当中 得到鼓励 得到激励 得到造就 圣灵我们欢迎你 让神的话语 在我们里面 复苏 复兴 和活过来 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圣灵我们欢迎你 今天早上 在视频前的 每一位弟兄姊妹 主让你圣灵 亲自的来运行动工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让耶稣基督的复活 带来我们生命极大的改变 谢谢你主耶稣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好 弟兄姊妹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复活 是基督教 根基的要素 因此我们要来看 耶稣基督复活的重要的内涵 耶稣基督复活的实质 第一 我们来看 复活的意义 复活 耶稣基督复活 对我们的意义 这段经文是这么写 格林多全书15章3到11节说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 第一 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了 并且显给基法看 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 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 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 却也有已经睡了的 以后显给雅各看 再显给众使徒看 末了也显给我看 我如同未到惨奇而生的人一般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 不配成为使徒 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 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并且他所赐我的恩 不是突然的 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 这缘不是我 乃是神的恩 与我同在 不许是我 是众使徒 我们如此传 你们也如此信了 弟兄姊妹们 耶稣基督的复活 为人类的历史 为全人类 成就了一个最伟大的救赎计划 The Greatest Salvation 而耶稣基督的复活 也成就了一个完完全全 完美的 Perfect 神的救赎的计划 所以弟兄姊妹 救恩的根基是什么呢 什么是耶稣给予人类的救恩呢 哥林多前书 15章3节 给了我们一个提示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 第一 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 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了 所以弟兄姊妹 救恩的根基 耶稣的救恩计划 是什么呢 有这五大的重点 第一 耶稣来 耶稣为什么来 耶稣奉天父的差遣 来到地上 为什么呢 因为人 在罪中 无法拯救自己 人无法从罪中使自己 在神的面前称义 而人 因着罪的束缚和困绑 得不到拯救 所以耶稣来 就是要来成全 天父上帝的救恩 第二 耶稣死 耶稣为什么要死 因为耶稣 担当了我们的罪 在祂的身上 走上十字架 祂在十字架将我们的罪 与祂同钉十字架 以无罪的 代替我们有罪的 第三 耶稣埋葬 死了埋葬 耶稣基督将 世人的罪孽 与祂同埋葬在地上了 第四 耶稣复活 埋葬 然后三天后 复活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战胜了死亡 将死亡的毒钩除去了 所以一切相信祂的人 也要再与耶稣基督 一同的复活 享受 而且拥有永恒的盼望 第五 耶稣还要再来 耶稣复活 升天在天父的右边 有一天 耶稣还要再来 祂要把一切相信祂的人 带到空中 与祂相会 将来要与神 在美好的天堂里面 一起永恒地活着 这救恩的根基 这五大重点 耶稣来 耶稣死 耶稣埋葬 耶稣复活升天 耶稣还要再来 所以弟兄姊妹们 耶稣的救恩 是一个整全的救恩 耶稣的拯救 是一个整全 完整的一个拯救 这里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十二到十九节 也是论到复活 所以保罗要帮助 哥林多教会 不受这个希腊化的 这个影响 关乎这个复活的事情 保罗需要重生 而且强调 耶稣基督的救恩 是完全是整全的 他说既然传耶稣基督 是死里复活了 你们中间怎么有人说 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 如果没有死人复活 那么基督就枉然了 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 那么我们这些传的人 便是枉然了 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了 并且呢 就显示出来 我们是为神忘做见证的 因我们见证 神是叫耶稣基督复活了 若死人没有复活 神也就没有叫耶稣基督复活了 因为死人若不复活 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 你看到吗 保罗在这里讲了 来来去去 他都讲说复活 复活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 那么 哥林多教会 你们的信心 你们所信的 便是突然了 你们今天还是在罪中了 那么 就连那些已经去世了的人 他们也没有指望 也就灭亡了 所以保罗说 我们若靠基督 如果 这是 没有复活的话 我们这 若靠基督的人 在今生只有指望不了 来生 就没有盼望的话 那么 保罗说 那么我们是不是很可怜呢 所以保罗 用了一个反面的 教导 用了一个反面的说 如果没有复活 那么 你所做的 你所说的 你所行的 你所活的 一切都很可怜 完全没有了 盼望了 所以弟兄姊妹 因着 耶稣基督复活 弟兄姊妹 这是一个不变的真理 Amen 耶稣基督的复活 是不需要我们要去 强辩 因为这是一个事实 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 弟兄姊妹 教会 能够给这个世界 带来了一个救恩的信息 我们所传的信息 是因着耶稣基督复活了 我们才能够给教会 带来这一个美好的信息 因着耶稣基督复活 你和我基督徒 许许多多的基督徒的信仰 可以更加的坚定 也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 我们的信心是杂实的 是有根有基的 而我们的生命 应该是向世人见证 充满生命力的 Amen 还有 因着耶稣复活 我们基督徒成了耶稣基督的 见证人 我们无论到哪里 我们都能够向人传扬 耶稣基督 就是因为我们相信 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 因着耶稣复活 基督徒不再被罪控诉 不再被魔鬼控诉 不再被罪挟制 因为耶稣复活 带来了自由的生命 带来了新造的生命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所以新造的人 不再被魔鬼撒旦的罪 来控诉了 因着耶稣基督复活 基督徒的死亡 不再是永恒的灭亡 基督徒睡了的 死了的 去世了的 不再是灭亡 而基督徒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 我们睡了的人 死了的人 不再是一个沮丧 或者是一个灾难 或者是一个失望 因为基督徒的死亡 圣经说是睡了 既然睡了 有一天还会要醒过来 那耶稣基督再来接我们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就要复活 我们就要醒过来 也就是说 我们的地上的死亡 是让我们进入永恒天家的一个过程 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 基督徒应该成为了 在这世上有福音喜乐和蒙恩得救的人 因着耶稣复活 你和我在这世界上 无论高山低谷困难喜乐 好处坏处 我们都应该是一个充满感恩 喜乐 靠耶稣基督而喜乐的人来的 Amen Hallelujah Hallelujah 第二 耶稣基督复活的重要内涵和实质 第二 是一个复活的事实 复活的事实 在二十节 告诉我们说 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成了睡了之人出俗的果子 而在二十三节说 耶稣基督复活 耶稣基督复活 他是成为了那些已经相信他 死了的人的首一个出俗的果子 也就是说 耶稣基督复活 那么将来 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都会按着次序来复活过来 所以二十三节说 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 出俗的果子是基督 也就是基督是先复活 以后 在他来的时候 就是那些属基督的人 跟着次序来复活 弟兄姊妹 这里说 按着次序复活 按着次序order 跟着这个次序 这个order 当然是用 这个字眼是用在 这一个军事部队的字眼来的 是用着这一个军事部队 按着这一个排列 按着他们的这个岗位的次序 来列出来的 这个次序来的 the order 所以因此 第一就是 耶稣基督先复活 成了圣经所说的 出俗的果子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按着神的次序 在铁上王尼迦前书 四章十六十七节说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 和天使长的声音 又有神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必先复活 以后我们这活着 还存留的人 必和他们 一同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 永远同在 哈利路亚 弟兄姊妹 这不单是告诉我们 一个神复活的次序 更是给我们了一个 极大的盼望 给我们了一个极大的感恩 给我们极大的一个喜乐 因为出世的果子 耶稣基督先复活 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号角吹响的时候 那些已经比我们先过世 死了的人 他们必先复活 然后我们还活着的人 也被一起带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然后圣经说 我们就要永远与主同在 这个永远与主同在 就是不再有眼泪 不再有难过 不再有伤痕 不再有缺陷 不再有病痛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眼泪 因此这个 与主永远同在 是美好 perfect 好得无比的 所以弟兄姊妹 复活的事实 就是耶稣基督 按着神的持续 先复活 然后才轮到死了的人 然后还活着的人 就要一起被提到云里 与主同在了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可以大声地宣告说 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今天祂复活了 哈利路亚 祂不在空坟墓里面了 耶稣已经复活了 从死里复活了 有圣经的见证 有历史的见证 甚至是有敌人的见证 圣经不是告诉我们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说 圣经如此说 圣经说 圣经如此说 神的话语如此说 因为圣经已经把 耶稣基督复活的 第一手资料 已经写出来了 已经让我们 清楚地看见了 而圣经 是由很多书卷写成的 而且横跨了三千多年之久 有四十多位不同的作者 而且他们在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背景 把这一些见证 把这一些神要说的话 都放在圣经里面 而且是一起喝成 连成一罐 然后呢 就连耶稣从死里复活的 也成为了这一个一起喝成的 神的话语里面 因此我们看到 圣经的见证 是真实的见证 还有历史的见证 历史当中 有许许多多的 这一些科学家 有许许多多的历史学家 有许许多的考古学家 人类学家 都承认耶稣基督曾经活着 死了 空坟墓 复活了 还有 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连他的敌人 都自己不打制造的见证 当耶稣复活过后 法利赛人 他们非常的不安 他的敌人 都发觉到 耶稣的复活 他们要制止门徒 去传扬耶稣的复活 弟兄姊妹 如果是假的 为什么他们要怕 就是因为是真的 所以连耶稣基督 耶稣 钉耶稣的那一些敌人 他们都 在害怕当中 他们不打制造承认了 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Amen Hallelujah 所以弟兄姊妹 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我们呢 我们的身体将来 也会复活了 Amen 可以告诉自己 也告诉你旁边的人说 我们的身体将来 也会复活了 因为 耶稣已经复活了 这里 铁上罗尼迦 全书四章 十七节到十 十四节到十七节 他也在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 身体也要复活 我们若信耶稣 死已复活 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 神也必将他们 与耶稣一同带来 我们现在 照主的话 告诉你们一件事 我们在活着 还存留到 主降临的人 断不能 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间 因为主必亲自 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 和天使长的声音 就是刚才我们 读到的这段经文 就是 再一次的 不但是让我们知道 神的持续复活 他再一次的 应许 再一次的 坚定我们 我们的身体 将来 也会复活 而我们将来 复活的身体 是一个不朽坏 不衰残的身体了 Amen Hallelujah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能复活 是因为耶稣 成为了 睡了之人 出俗的国子 也就是说 我们复活的确据 证据 就在于 耶稣基督 已经复活了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的信仰 是 耶稣基督 复活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 不是十字架上的 耶稣而已 而是 复活的耶稣 复活的耶稣 不在十字架上了 复活的耶稣 不在空坟墓里面了 复活的耶稣 已经在 你和我 相信他的人 的生命里面了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早上 要再次的 彼此的坚定说 我们将来 必定复活 因为这个证据 就是 耶稣基督 先复活了 Amen 愿这一个经文 真的是成为了 我们极大的 一个鼓励 成为我们极大的鼓励 第三 耶稣基督 复活的重要内涵和实质 第三 就是复活的结果 耶稣基督的复活 带来了什么样的结局呢 格林多全书十五章 二十一二十二节说 死既然是从一人而来 死人复活 也是从一人而来 那死是从一人而来 是从谁来呢 亚当 他犯罪 众人都死了 那死人复活 也因一人而来 是谁呢 照样 在基督里 众人也都要复活了 所以在同样的 格林多全书十五章 四十五节里面也说 照着经上 也是这样记载着 首先的人 亚当 成为了有灵的活人 末后的亚当基督 成了叫人活的灵 复活的结果就是 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我们不再做罪的 被挟制的 死亡也不再做我们的主 死亡不再挟制和恐吓 恐吓我们的 因为 耶稣基督的复活 使到我们 活着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不再害怕死亡 不再害怕死亡 所以对我们怎么样 耶稣的复活 叫我们的生命 再一次活过来 有一句话这么说 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 生两次 死一次 第一次的生 是我们从母腹当中 出来的生 第二次的生 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重生了 得了新的生命 得了永恒的生命 这是第二次的生 而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也只有一死 死一次 就是地上 肉体的死 我们的灵魂 会永远活在 耶稣基督的天堂里面 所以 活着 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都有这个盼望 我们在地上会 生两次 但是我们只会死一次 肉体的死 但是灵魂 永远不死不灭 Amen Hallelujah 我们相信耶稣的复活 叫我们的生命 可以活过来 今天 耶稣无所不在 Amen 我们都相信耶稣无所不在 但是有一个地方 耶稣肯定不在 不在那个坟墓里面 耶稣不在空坟墓里面 今天 你去到 曾经埋葬耶稣的坟墓里面 那里没有 骇骨 没有耶稣在里面 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 耶稣不在这个空坟墓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留在坟墓里面的 是永远不能满足的欲望 留在坟墓里面的 是一个伤心欲绝的过去 留在坟墓里面的 可能是还未完成的梦想 留在坟墓里面的 可能是无止境的人生的 欲望的追求 可能留在坟墓里面的 是莫名的空虚 留在坟墓里面的 可是那些不能肯定 能不能进入极乐永恒 之中活着的 那一些的问号 但是既然坟墓是空了 耶稣复活了 今天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他的活 使到我们都要摆脱 坟墓的恐吓 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 活过来 我们能靠着耶稣基督 再次的活过来了 Amen 所以弟兄姊妹 罗马书六章 也是这样告诉我们 当我们与耶稣同活 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 和他一同钉十字架 罪已经灭绝了 我们不做罪的奴仆了 OK 所以因为 我们是与基督同死 同埋葬 同复活了 我们相信了 他与他活过来 他复活了 那么我们 这一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死一次 我们的灵魂不再死 而且这个死亡 也不再做我们灵魂的主宰 而我们灵魂的主宰 就是耶稣基督了 Amen Hallelujah Hallelujah 弟兄姊妹 复活节 基督是复活的出俗国子 相信他的人 也必复活 你能说Amen吗 Hallelujah Philip Yancy 杨斐利 他曾经这么说过 他说 没有人 遇见了耶稣之后 还能够保持原状 他的意思是说 遇见耶稣的每一个人 他们的生命 都会经历 极大的改变 遇见耶稣的人 他的生命 一定带来翻转 遇见耶稣的人 他们的生命 一定会带来更新 Hallelujah 耶稣基督的复活 不应该只是一个事实 和有意义的一个节日 耶稣基督的复活 也不是让我们 在口里空谈的一个结果 耶稣基督的复活 应该是一个生命的经历 应该是一个生命的经历 正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如今不再是我活着 乃是基督活在我里面 这就是复活的经历 所以弟兄姊妹们 在线上的朋友们 当你领受这信息的时候 我也要鼓励你 若你还没有听见耶稣 你还没有领受过耶稣 你还没有接受耶稣 成为你的救主的 我相信在这个复活节的信息里面 神有一个美好的信息 告诉你说耶稣基督在复活节的时候 复活了 祂成为了初熟的国子 第一个复活的 那么相信祂的人将来不再害怕死亡 因为死亡是你进入永恒的一个过程 而你的灵魂将会永远与主同在 不会再有任何的羞愧 不会再有任何的难过 因此我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 是在告诉我们 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真真实实去经历的一个生命 也就是让耶稣基督活在你和我的生命里面 若你在心中有了这个感动说 我要尝试看这个复活的主带给我的生命的改变 你可以祷告 你可以如此地祷告说 主耶稣 我相信祢是复活的主 今天我要接受祢 进入到我的生命 使我的生命也再一次活过来 我愿意接受祢 进入到我生命 成为我灵魂的主宰 成为我生命的主 我愿意把我一切的罪 都交在祢手中 我愿意把我一切的罪 都放在十字架上 钉死了 我愿意让我的罪与你同埋葬 而当耶稣你复活 你说你复活 你赐给我们新生命的时候 我领受这个救恩的新生命 谢谢你耶稣拯救我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朋友们 一个这样的祷告 让耶稣基督的复活 就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 而主内的弟兄姊妹们 复活节的信息 不是一个 讲道而已 复活的信息 是我们生命的旅程 让复活的主 继续地活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能够活出 复活 见证主的生命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 哈利路亚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 让你的独生爱子 差遣来到世上 为世人的罪 钉死之架 埋葬 复活 主啊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耶稣 因着你对我们的爱 因着你献上你自己 一次 在十字架上 将死 将罪 完全灭绝了 叫一切信你的人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主圣灵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因为是主你的灵 使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 而复活了的主 借着圣灵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时时刻刻地提醒 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 要为主耶稣基督而活 要为主耶稣基督而奔跑 要为主耶稣基督而侍奉 要为主耶稣基督而传 这一个福音的信息 主啊 今天早上 求你的圣灵来感动 求你的圣灵向我们的心来说话 求你的圣灵向我们的心来指明 主啊 你在我们里面的命令 主今天早上 愿我们每一个人 从你的话语当中 领受不单是复活的信息 更是一个复活的经历 一个复活的生命 一个复活的行动 在我们的里面 每一天让主耶稣 你的复活大能大力 都在我们里面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谢谢你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我们说 Amen 哈雷路亚 弟兄姊妹 复活节 基督复活出属的国子 而我们这些相信祂的人 将来也必定复活 这是神美好的应许 神美好的计划 Amen 感谢神我们在 礼经牧师的分享当中 我们愿神的话语 祝福我们的生命 可以成为神出手的果汁 我们感谢神 在这个复活节主日 愿神赐福给每位弟兄姐妹 领受这个复活的恩典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持续不断的经历神 复活的大难 使我们的生命 不断的被更新 愿神的话语 愿神的同在 愿神的恩惠 愿圣灵 长运我们众人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今天的主日聚会 就到此结束了 愿神舒服大家 我们下个星期见 拜拜